日本会把福岛的废水排入大海 再次表示坚决反对 可是呢日本其他地方又有愿意 接受和废水的地方政府吗 当然没有地方愿意 嗨大家好我是李渺 今天想聊聊福岛和废水的话题 我们很多中国网友其实都很关心 这个话题了日本要排放 和废水进入大海了 那这个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早就确定了 今天就先说说最新的状况 现在怎么样了 首先呢这个日程表是没有变化 明年也就是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预计日本会把福岛的废水排入大海 那么在那之前呢现在一直都是在施工 包括像海底隧道的施工 这个施工进行的顺利吗 那么东京电力公司呢 是从8月份的时候开始施工 现在呢已经挖了190米长的隧道 那么总共呢是需要1000米左右 所以呢已经几乎是完成了五分之一左右吧 那么现在呢是在安装各种管道 计划呢是在明年1月份之前呢 再挖完800米左右的海底隧道 那么剩下那部分到海底隧道出口排入大海的那一段呢 大概是比较慢 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完成 那么虽然东电说啊 这个施工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呢所有设备都到位啊 也有消息说呢有可能会延迟一点点到明年夏天 如果那样的话呢 这个福岛废水排放大海的这个日程可能还会再变 那么日本政府还会收回这个决定吗 大家都很关心 其实呢除了一些周边的邻国之外啊 我们知道在日本国内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像渔业人士 尤其是福岛附近的渔民啊 大家对排放废水是坚决反对的 就算进入了10月份之后呢 也发现有磁城县的渔民团体啊 他们再次表示坚决反对 他们就说了 一旦这个废水排放到大海里面去 那么就会影响到他们几代人的生活 渔民呢一直都是靠捕鱼来生活维持生计的 要是大家都不去买鱼了 那么以后他们的子孙后代靠什么去生活呢 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也试图采访一些当地的渔民 但是呢大部分的渔民都对我们说啊 他们是渔业团体上面有规定 告诉他们不能随便接受媒体采访 那么福岛当地的民众 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就听说很多人都说呢 如果前提条件是为了废堆 彻底解决这个福岛核电站的问题的话 那么排放废水入海本身呢 他们是不反对的 可是呢排放的地点啊 如果只限福岛那就很不公平了 他们觉得不应该让福岛人单独来承担这些 可是呢日本其他地方 又有愿意接受核废水的地方政府吗 当然没有地方愿意 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呢 我们也知道日本政府和东电的立场是 只要当地人 当地渔民反对 他们就不会排放废水 可是呢虽然话是他们一直这么说了 一直以来都有这么多渔民在反对 但政府呢还是说这个方针不会变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那么日本政府就说 愿意向渔民支付一定的赔偿 包括像渔业生育受损啊 他们的生活受到打击 受到影响不能再捕鱼啊等等 还有呢日本会决定加强对海外的宣传 那么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福岛核电站呢为了证明啊 这个核废水对人体健康无害 他们甚至还开始了一个新的养鱼计划 大家看这是养鱼的这个直播的网页啊 大家可以一起去监督确认一下 那么福岛核电站呢 他们是从周边的海域捕捞到了800只笔木鱼 把这些鱼呢分成了五个组 有两组呢是用普通的 没有辐射的海水来饲养 另外两组呢用每升含1500贝壳的废水来饲养 剩下的那一组呢 他们打算啊 用实际上排放入海的废水的浓度 也就是含有放射性穿30贝壳的水来饲养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们公布的这个直播的网页 这个黄色颜色的鱼池呢 是有辐射的水 蓝色的鱼池呢是正常的海水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大家都担心这些笔木鱼的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随时去查看 福岛核电站的这个直播网页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福岛核废水排放的施工的情况 当然也希望呢 日本方面能够把更多透明的信息公布给外国 好了那今天关于福岛核废水的话题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在讨论福岛核废水的话题 感谢您收看 我是李淼 再见